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接下來就有請蔡老師 要跟我們分享 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有碰到了一個 就是小學老師 變成逆水鬼的這個故事 蔡老師這個故事 到底是怎麼樣 怎麼發生的 那個過程是怎麼樣 那時候 我已經唸省義幾種中學了 我已經唸高中了 我唸初中 我們以前初中部 這個小學 這個小學是我從鄉下長大 這個復興走小有沒有回小 已經是從歷史時代 日本時代到現在 歷史一個小學 學生不到一百個 那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年輕人姓陳老師 他本來新竹四川畢業 早期我們四川一畢業就風花 因為他住在基隆軟軟軟區 軟軟 從軟軟要來上課 來到我們優勞這麼近 基隆四川就把他風化到我們學校來 我記得他來教自然科 小學的自然 然後來了大概一個月不到 有一天 他就帶他們班上四五個小朋友 要下去那個西里的游泳 軟軟 那個有一些 有好幾個老師 包括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信導主任 其他老師都叫他說 不要 危險 問他為什麼 因為一個月前 才過歐巴桑 吊死在那個西旁邊 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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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者 其實那個英文不散 四九天年都可能還在那裡 叫他不要去 那不可能 沒問題 游泳你知道嗎 我是這個 我們師專 第一名游泳 還校隊 還參加這個 台灣省游泳隊 什麼第幾名 很厲害 今天老師說不過他 講不過他 講不過他 就中午呢 吃完飯以後 就帶四五個小朋友下去游泳 小朋友玩得很高興啊 那個水是滿深的 那個水只好一個人深 所以小朋友都在那個 最深的旁邊 他不敢去深的地方 老師在身體裡面游 老師的游泳技術很厲害 小朋友就鼓鼓掌啊 那小朋友玩 玩得很高興 因為他們十二點多下去 大概一點半 兩點就要上課了 因為學校就這樣子 然後又吃飽飯 剛吃飽飯 絕對不能夠游泳 我講實在話 因為你吃飽飯 游泳對你身體絕對不好 因為 所以血液都跑到胃部 你肚子又脹脹了 其實你體力上面就會有問題 那還不是這個問題 他游啊游啊 一來從上游到下游 很厲害 因為他游技術很厲害啊 又潛水啊 挖式游泳啊 小朋友在鼓掌啊 很高興 游泳老師潛水 好 再下去了 又上來 潛水下去 又上來 小朋友說好厲害 越潛越久 越潛越久 不然下去上來 下去上來 欸 潛到最後 老師呢 下去又不上來啊 就上來兩個腿 剩下腳趾夾 那個腿尖 後面的這個 腳趾那個後面 這個後面 露在水邊一點點 因為他身高185公分 其實那個水 大概是到他頸部這裡而已 沒有那麼深 其實也沒那麼深 沒淹過他 結果他露出腳出來 小朋友就一直鼓掌 哇 好高興喔 老師你好厲害喔 老師再支持一下 過了十幾分鐘喔 小朋友在 老師為什麼 好厲害喔 唱水比唱他久 唱十幾分鐘久 第一季 各位好朋友 第一季 第一季要閉十幾分鐘 要練本事 當然 當然 也不太可能啦 蛙人隊喔 如果沒有那個氧氣喔 我看蛙人隊也沒有 兩分鐘 兩分鐘就了不起 一分鐘就很厲害 一分鐘多了 後來過了 二十分鐘以後 一個小朋友 那個個子比較高 那個小朋友說 欸不對不對 好我們去看看老師 結果他們去動老師的腳 欸 老師都不動 腳還是閒在半空中 落在水面上 就發現要有問題 那小朋友都跑回學校去 趕快跟校長 報告說 老師在水裡都不肯起來 潛水前好久 大概學校校長 這些其他老師 大概就要出事了 好幾個老師就趕下來 是 下來以後 有老師潛水下去 把那老師拖起來 嗯 是呀 嗯 死啦 剛來學校 剛畢業 當兵回來 風化在這個小學 一個月 沒有多久 來這邊沒多久 然後又是一個青少年 一個優秀的老師 就這樣子 對 立水就死了 那水就滿嚴重的 因為 後來上來以後 他們也不敢把他印到學校去 就放在西邊 客家旁 通知派警察局 來 找基隆法官的驗屍 那後來通知他家屬 父母親 兄弟姐妹都軟軟趕來 趕來 趕來以後 後來就請塞公爺 塞公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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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基隆 基隆 那個賓館 對 八度在基隆賓館 然後 第三天 第三天 各位好朋友 蔡老師跟我弟弟 兩個要去 走路 從我家 山上走下來 走到五度 到五度做什麼 做火車 到八度 練神力之中中學 我每次都要四點多 五點鐘 就要出門 開始走路 走路 走到五度 火車站大概七點 是 到學校才七點半或八點 是 因為趕十七點禮 招會 對 那天下樓沒有四月 我跟小弟兩個 小弟走到後面 我走到後面 就經過那個西旁邊 小學的底下那個路 總統還記得嗎 底下有一個 那個超商 有沒有 小學底下不是有一個超商嗎 以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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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片 空中一片 看到戲裡面 兩個 我跟我弟弟走走走 那老師 突然從水裡跳起來 半夜的時候 早上四五點鐘 四五點就凌晨 跳起來 不是老師 一個大雪 一個雪球這麼大一個 哇 好大一個雪球 我這輩子怎麼看 一個雪球這麼大 就從水裡 跳起來 我弟弟看到雪球 就 剛才就暈倒了 我弟弟就倒在地上 我就在那裡看 那個雪球就 從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水池 滾滾滾滾滾滾滾到 這個 蘆尾在旁邊 大概滾來回 大概有一百多公尺 然後滾上來 又滾下去 滾上來滾下去 我眼睛跟那個雪球這樣轉 啊 這麼一個大雪球 滾在水面上滾 紅色的嗎 紅色的一個大雪球 那雪球旁邊 雪淋淋了 你知道如果像這樣子 紅色的現象其實是 它應該是還挺生氣的 煙 煙粉 就是生氣 然後滾來滾去 滾了大概二十分鐘 我就在那裡 看那個雪球滾來滾去 滾來滾去 滾到最後 滾回原來的地方的時候 不是雪球 砰一下子 那老師跳起來 那老師從水底跳起來 一模一樣 因為我見過那老師啊 然後跳起來以後 結果就溺水 走上去 走到乳尾旁邊 又走下去 又眼睛跟人家轉 跟人家轉 跟人家轉 轉了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以後 在乳尾前面消失了 啊消失以後我就 爬去叫我弟弟 叫我不行 我就背我弟弟 背在身上 背兩個書包 拿著傘 就一路慢慢走 慢慢走 走到旁邊 那裡有一個土地公廟 你知道嗎 我不出來一點 一個土地公廟 我走完地方 一個土地公廟 兩個年輕人 那個金子 跟他們 照顧生命還是不去 兩個年輕人 二十幾歲 去李彥開那個 女娃店 走到那個路口 碰到我說 誒 出來 你兄弟怎麼不走 要搶這個 怎麼要爬 那辛苦的 不好意思 剛才在那個學校 看到那個老師 從水裡跳起來 從水裡就引倒了 那兩個年輕人 打腿就跑回去 他不敢 不敢過去 經過都不敢進去 那你都不會怕嗎 不會怕 因為你以前就看過 很多不同的形象 不是第一個 然後我就背背我弟弟到 坑口以後 就跟他借個水 淋到我弟弟身上 過了好久好久 弟弟終於醒過來 醒過來 我就扶著他 兩個繼續走路 走到五堵火車站 去坐火車 去上課 誒 這個事件過了以後 沒有 就沒有在那個 不到一個禮拜 不到一個禮拜 對 我們兩個 阿姑 三國兩個 他們女兒 叫阿姑 因為我們三國兩個 都是親戚 叫阿姑 阿姑 炒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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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走走 要到礦坑裡面 去當 推財車 他們都在礦坑推財車 從我老家 我家下來一點點 走路走到這邊 去一旁 就是發生是 七星煤光的災變那個 是 推財車 阿姑 阿姑 走到 學校旁邊 阿 老師對水 說跳起來 阿姑 當場暈倒 嗯 那是隔了一週 一週 然後又 一次 然後後來 過沒多久 阿姑 再見 走了 然後 這個世界還更妙的 阿姑 走了以後 我 記得我過了一個多夜 有一天 我弟弟就沒有去上課 我到基隆 因為那天我要去上課 他沒有去上 我一些四點多 凌晨四點 拿著手電筒 走走走走 欸 那個老師又有手 水裡跳起來 然後又說揮揮手 揮揮手 是 我那時候本來不敢過去 我還拿手手電筒下去 西裡面 然後 他真的蹲在我旁邊 我認識你 我說這樣 我也認識你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嗯 我說什麼 我很苦啊 很苦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送 108部的地獎金給我 喔 還有 你到軟軟跟我爸爸媽媽講 嗯 所以我真的很苦 希望他能夠把我的墳 引回去老家 因為沒有陰墳 那之前沒有去 他這邊溺水的時候 沒有招魂嗎 沒有招魂 他以為屍體收完 沒有來 因為可能忘掉還是 鄉下沒有這個習俗 還是沒有招臣 沒有招臣 他說他這裡很苦 然後 他說他 這一段時間 在陰曹第五更苦 受盡責貪 那請我幫他一個忙 我說好 我請你爸爸媽媽 他跟我講軟軟 還有什麼地址 講返也有 我真的 這個禮拜 過了三天以後 我就剛好 禮拜六 我上完課從八度 就走到軟軟 找到他家以後 跟他姐姐 跟他媽媽講 後來就請三公爹來給你英文 我跟這個老師相處大概一年半 從此我只要經過 不管白天晚上經過 只要看老師在那裡 我就過去陪他 看他怎樣出現的方式 就是這樣跳起來 跳起來 我就坐在那個溪旁邊 我就過去陪他 我跟他相處了一年半 你看看他才二十多歲 剛退伍 來日方長 他當然心裡很不怨 怨 為什麼 因為他怎麼想到會這樣死掉 對 就是因為不信邪 忠言逆耳 人家講話他聽不進去 老師啦 其他人勸他都沒有用 你看 今天國報現前的時候 今天懊惱 怨都沒有用 那也必做 人家說 孤陰野鬼 必做那個 煙氣很重的那個鬼 像他這個事情 我對不起 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好像我們先前講的 因為你剛 我從這個邏輯性把它探討出來 你看那個 那個是阿嬤還是什麼 之前的是阿嬤說 兩週天 前面還有三個 沒幾天 三個在那個西 同一堆西裡面 立地死掉 然後 然後來呢 那個老師逆水以後 然後那個 阿嬤還是誰 阿嬤 去看他 然後也嚇到了 又走了 那這樣 這個變成說 這樣的一個輪迴 好像也一連串 對一連串的那個 那是不是那個地方 水魚就應該 那個地方很髒 我講實話 真的很髒 連我都會怕 你看 那個洗衣服的阿嬤不在哪裡 同一個地方 洗衣服的阿嬤也在那 同一個地方 一樣 那像陳老師這樣的事情 要怎麼避免 沒有辦法 這是他結束 這是他的夾手 他走不走 他會這樣子意外走掉 會這樣子溺水死掉 不可 因為他大陷倒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化解嗎 除非他有修 真的 要避這個結束 除非你很用功修行 甚至你相信 去布施 行善 這個二十四歲的關卡 可以過 剛才二十四歲 坐兵兩年 所以說我來沒多久就走掉 所以那個是一個大關卡 父母親沒有幫小孩做布施 或是幫小孩做超渡 或是幫他解惡 這個小孩大陷倒的時候 你看 他就得癌症 他也沒有得癌症阿 他怎麼死了 煙王阿 游泳 孩子怎麼沒死 老是死 你覺得怎麼不可思議 小孩子應該死了小孩子 因為水那麼深對不對 小朋友應該怕水 所以他生了地方不敢去 沒事 老師認為他游泳健將阿 游泳技術非常好阿 怎麼會想到 會栽在這個水泥院 對不對 你想也想不夠 你看 這樣子以後 你問我弟弟是不是鬼 嚇死他了 因為你親身經驗以後 你一輩子都嚇到了 怎麼會不相信 陳老師的弟弟是老師 而且 其實我覺得陳老師 能不能有一天找你弟來 一起上節目好了 一起來談一下 可以講這一個事啊 對 對 我弟弟啊 讓大家那個 我們來看看他那個驚悚的表情 我弟弟啊 那個 前幾天 我伯母出病他也去嘛 我也看到他 真的喔 不然坐我旁邊 他看我是大哥 他把位子讓給我 那第一個位子讓我坐 就坐在那角落去嘛 我弟弟啊 我沒看到 我看臉像喔 很難看 退休以後這個臉面 那個人那麼難看 我已經滿爛過白想 問他後來我只好走 就沒有跟他聊天 因為很久沒看到他 媽媽往生以後就沒見過他了 對 因為一兩年了嘛 所以那天在那個 伯母出病的時候 我看到弟弟覺得很壓抑說 怎麼會是一個像變成的樣子 那他也有那個 身體好像也 身體不舒服 也有點不太好 沒有 他也是 有時候我是覺得他 他 他一生過程喔 也是很多的曲折啦 成功大學 成功中學第一名畢業 甲族第一名畢業 考不上 本來台大電機系 考到海洋學院 結果那時候差點發瘋 兩個月躺在床上 後來我勸他 才去把書讀完 還好很慶幸他 去考那個小學老師 就當到退休 退休有中生鳳 他生三個女兒 三個女兒 現在一個還兩個在當老師 也不錯 也都是台大 兩個台大畢業了 學歷都很高 太太也是在小學當老師 也退休了 兩個中生鳳 加起來一個月十來萬 也不錯啊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就是 他的心境沒有轉 因為他曾經 那時候 韋傑老上在新竹的時候 我弟弟追逐韋傑老上 威師父啦 那後來 不曉得為什麼 這個 兩個夫妻突然轉戀頭 然後也不小心認什麼 變成有一點偏調 有一點偏調 偏調以後 所以他們也都吃災念佛嗎 沒有沒有吃災 也沒有念佛 可是他後來好像 你弟弟好像應該沒有什麼信仰 後來就有一點 他現在有佛堂 但是沒有信仰 那結果 講出來的孝順呢 怎麼講 對啦 當然一人一家代 對啦 我跟他說 媽媽一個人在家裡 如果媽媽 因為現在沒有地方住 因為房子要被法院裁縫 那時候 我弟弟小弟鬧事 我就跟他商量說 跟你們住 因為沒有房子 我弟弟就不肯 不肯讓我媽媽去住 後來我媽媽 後來我房子把他解決了 我山上土地解決了 房子也解決了 那媽媽也在山上往生 其實講這個過程中 平常講 我看到我弟弟也滿爛過的 這麼有錢 這個終身鳳 怎麼會搞到臉那麼難看 那一天我看到臉 比我的象很黑 然後整個臉變得 有一點變了一個象 那這個不可思議 雖然有時候 你說拍文去讀到 這個已經歷史了 從小學到現在 你看多久了 那以前如果老師 會找到算帳 也不可能嘛 這個理論上沒那麼久了 那麼久了 對啊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有時候要皺檢制服 因為那是過去 可能中間 現在你又碰到一些 可能是你沒辦法料理的 或沒辦法面對的問題等等 都會 這些事情呢 可能纏著你 那也是磨啊 或是業啊 也不一定啊 所以人 你說生也苦 老也苦 病也苦 死也苦 怎麼 這麼快樂 拿終身貨還會這麼苦嗎 對啊 其實每個人 是 都有他的煩惱一面 當然 有錢人的煩惱 跟窮的人煩惱不一樣 而且蔡老師剛剛說 其實像要碰到這樣的 靈異兄弟還不一定很容易 對不對 那平常 碰到的事情還真多 煩的事 細鎖的事情 每天掛礙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們的心也 常常的隨進轉 那就算你每一個月 可以領退休縫 可能也不一定開心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錢 沒有錯 好用 但是呢 錢沒辦法解決你的煩惱 沒有辦法解決你的痛苦 其實喔 我倒建議你 你應該跟你弟講 要跟我父親學學 我父親65歲退休 他也領終身份 可是他現在 他從那時候開始 我母親就叫他去當志工 他第一年 我父親是在 省立台東醫院做官的耶 這個院長下來他最大 你要去當志工很難耶 可是他克服了 第一年最難過 克服了 然後克服之後 你看他一路做志工 做到現在81歲 而且他做得很開心 你今天有看到 就是他做得很開心 結果越做越開心的時候 他身體自然就健康 對 那你又領國家的退休縫 那你就領的理所當然 你覺得有反饋回饋嗎 有簡單一個道理 今天哥哥成立這個基金會 已經16年了 請他來當志工 我弟弟喔 連今天一毛錢都沒有 你問他開口 No 那不用講 因為他錢看得很重 我真的 到現在沒有監過一毛錢 自己哥哥的基金會 他一毛都不監 你說他會去 去布施或是行善嗎 其實有限 對 其實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有時候進轉 那當然每一個人 他的做事行事風格 跟他的想法觀念不一樣 那不管你是不是要去布施 或是說捐獻給基金會 或是這些 需要幫助的 如果是團體的人 但是呢我覺得 基本上來說 一定要堅持不要去做壞事 不要去做 有傷天害理危害 世道風俗的這種狀況 我想呢 這個就對自己來講 就是一個好的修行 因為我們最後要建議大家 兩件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 行善不能等 第二件事情 孝順不能等 希望所有好朋友 能夠看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記得這兩句話 對 行善不能等 孝順不能等 不要等到父母親不在的時候 我再來孝順 來不及了 子餘養兒親不在 這個時候就來不及了 真的 孝順呢 要及時行善 行善也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時間到了 要跟朋友們大家說再見囉 掰掰